传统市场人挤人 但妈妈们买菜前 可要精打细算一下 因为这菜价真的不便宜 一颗高丽菜快两百块 好小颗而且都从咬的 真的 买不下去 这位潘小姐说 这一阵子都不敢买菜 因为太贵 尤其是高丽菜 从上星期一斤五十几块 涨到现在一斤六十五块 七十 那七十多 这样子称下来是七十二 老板说有七十块 很贵 有比前一阵子贵吗 对 这一颗八掌大小的高丽菜 就要七十块 菜摊的老板说 生意的确受到影响 高丽菜是台湾民众 接受度非常高的蔬菜 这一阵子价格高居不下 民众大叹吃不消 只好少买一点 或吃吃其他蔬菜也很好 大海新闻 江俊阳光辉 台中报导